开局带扫描 直接进对面野区 只要对面中单不是阿克上 潘山这种的 或者是杰斯 咱们都可以这样做 鸟出来之后 先不要着急用惩戒 知道吧 等血量到了700 我们再去抢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位置发现我了 其实正常的节奏吧 应该是我偷弯这个鸟 然后去抢他的红 但是他的话 就是上这个野区晚了一会儿 结果就是被他看到了 这边的话我是 他跟我硬钢 他的那个惩戒交到了 我的话是正好抢下了 这个鸟 然后升级了 紧接着咱们直接把这个红拿掉 因为这一把的话 对面中上这个支援很慢 所以说我才敢这么反 当然这把的话 我玩的是一个蓝铠 这个当时弹幕说 对吧 说我赢了这么多把了 奖励自己一把蓝铠吧 我想想也对 赢了这么多把了 奖励自己一把 然后我就玩了把蓝铠 其实这把的话 玩红还早赢了 主要是有很多人 他不信也对吧 非说蓝铠对吧 说蓝铠对吧 秒人有伤害很强 那咱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蓝铠 究竟有多强 然后这边的话 对面胃在上路路视野了 我就开始扫描 继续来吃他的蓝铠 他的话应该会吃我的蓝 所以说 这波的话 跟他换个野铠也不亏 然后中路的话 两边打起来 我这边发信号 然后咱们直接开翼过去 这边过去蹭一下 然后W减速 然后咱们大招钻进去 然后再钻出来 还引这个大招 他可以自己调这个方向 知道吧 然后这边的话 对面这个打也过来了 我们骚扰一下 这里的话算了 因为这把我要变蓝铠 所以说 蹭这个位的话 没什么意义 然后这边的话 我开先锋 对面这个发条 插了个眼 他想骚扰我 但是很明显 哪怕我没变身 对吧 也轮不着你来 你敢跟我上嘴脸 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打 我们边A边Q 大招进来 你可以看到 凯影的这个大招伤害 非常的高 把发条的那个盾 正好打掉 然后下个班美 红凯也是加强了 对吧 蓝铠的话 我就很纳闷 说实话 凯影这个英雄 红凯不弱 只是变身慢 知道吧 就是下班美的话 是增快的这个变身速度 所以说红凯不弱 真正弱的是这个蓝铠 但是设计师的话 是加强了红凯 蓝铠的话 对吧 就加了一下 这个异技能的移速 个人感觉没啥用 所以说下个班美 红凯加强之后 就是无脑选 红凯就完事了 知道吧 蓝铠的话 还是太吃力了 要续航没续航 伤害的话 打脆皮的话 勉强能看 知道吧 但是也就 就后期的话 蓝铠基本上 就是跟对面脆皮互换 如果对面脆皮 有金身的话 你还换不了 相比于红凯 对吧 红凯能扛 能打 有续航 对吧 能打前排 也能打后排 知道吧 因为是百分比伤害 如果对面脆皮多 你就出顾穿装备 知道吗 秒脆皮 如果对面肉多呢 对吧 你又出那个百分比 不论也能看 i know you i know you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开个石像鬼QG能拉出来 主要是南凯吧 这个W好窄 真的 你看端游以前歪的时候没感觉这么窄 反手游的话太窄了 然后我们来到这一波 这波的话我是接近六神了 这边的话我直接WQA 然后大招进来 我一个大招 就是我一个六神装的刺客 我打一个发条 一套技能 一套技能 没秒掉 没有虚弱 也没有金身 啥都没有 没秒掉 就你让杰兰 幽梦黑切 加一个大穿甲 三件套 都能把这个发条秒了 开你六神装 秒不掉 而且的话对面这个阵容消耗能太强了 蓝凯的话没有续航 再把的话 现在玩红凯早结束了 而且团战的话 二次切入很难就是 很难就是打完一套再出来再打一套 他就是基本上你进去的时候 对吧 残血出来之后 你只能找个果子吃 然后再进去切 跟红凯不一样 红凯大招进去之后出来 就差不多能回半口血 所以说蓝凯的话 不适合这个手游的环境 而且这也把对面打野是针对我 前期的话我是偷了他 一整个野区 所以说他对我的仇恨值比较大 然后这波远古龙团 他们大招全给我了 我们直接精神躲一下 然后大招进来 然后再拉出来 正好的话抢了个人头 但是这个时候的话 我是半血 没有续航的话 我很难受 不过这边的话 对面这个锤是勾到了我 我直接并秒 就是这个蓝凯装备再豪华 能做的事情太少了 知道吗 他没有很强的持续作战能力 对吧 你说秒人吧 他也秒不掉 就一套技能 打脆皮三分之二血 然后剩下的那一丝血呢 得靠大招 靠大招的话 还不一定杀得掉 如果说对面开个金针 开个石像鬼 你还不一定杀得掉 然后这边的话 对面打野 来这个远古龙团视野 我们WQA一下 打了他接近 差不多六分之一的血 然后我一套技能 直接甩上去 打了半血 差不多 如果是洪凯的话 虽然也打不死 但是洪凯这个时候 接近满血 还可以再进去再打一套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不要去玩蓝凯 包括下半美 加强之后也不要玩 加强的主要是洪凯 除非你是实在没办法 对面全是远程的 你没法变洪凯 这样的话 你可以选蓝凯 蓝凯这个英雄 锦上添花可以 逆天改命的话不行 这个发条怎么过来了 我们W没中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大招进来 直接给他钻死 这个时候 我们是要远古龙的 我们配合这个金针 闪现拉出来 Q往外拉一下 然后看一下战场的情况 手游的这个异技能 回的血太少了 所以说蓝凯真的不好玩 你看这边的话 这个打野 对面这个打野 大招谁都不给 就给我 他们不切后排的 你知道吗 一个位 大招不锁后排 他妈疯狂锁对面打野 然后这里的话 我没打算打这个大龙 但是队友的话要打 我发了撤退了 他们就是坚持打 因为这个时候 对面四个人 已经差不多要来了 我就进来 对吧 他们非要打 那我就打一下试试吧 结果对面这个 提摩架这个锤石 直接把我堵死了 就是我发撤退了 这波的话 我是不想打大龙的 我想回家补个状态 他们就是硬打 然后主要 主要是打完的时候 太坦还给我来了 打野不要乱带节奏 这边我们一枪过来 看到落单的一个发条 我们WQ 这边的话 对面这个直接锁我 他们又锁我 我们大招端出来 然后出来 蹦 然后QW 然后直接击击 然后来到后期 后期最关键的团战 这边我们直接边缘 OB 一技能在墙上穿一下 反正我是不敢先上 只能等队友先上 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大招 太坦的大招先开 不能跟对面打消耗 但是太坦的话害怕 就是不敢开 然后这里我去下路带线了 带完之后回来 他们开起来了 我在的时候 他们不开 你知道我一去下路 清线 他们就开 然后还是老样子 就团战的话 没有续航 对吧 你可以就是找机会 鞋带的签完之后就没有状态了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正面的话已经烂了 打不过了 这边我们W减收一下 直接走吧 不过这边太坦直接勾进去了 这里我是真的没法救 没有续航 说实话 红凯全杀了 真的 基本上就是同样的装备 红凯大招能钻对面一半的血 因为纯穿甲 红凯的伤害 我看了 是直接能 就是打对面54%的 对大生命值的伤害 直接就是半血 但是蓝凯的话就比较拉胯了 你说伤害没人家 红凯高就罢了吧 人家出来之后 还能吸差不多1%的血 你看这一波 对吧 我虽然是收掉了这个发条 但是没有状态 如果是红凯的话 切掉这个发条之后 差不多有半血 然后跟这个提摩打 对吧 是能把他反杀的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又是继续 强开这个远古龙 不过这边的话 我Q加惩戒抢下了 就这一波 说实话 这一把 我空下了两条小龙 然后两条远古龙 一条大龙 就这样都赢不了 主要就是我没有血谁 知道吧 主要是我没有血谁 这必须得血谁 知道吧 就是你经常carry的一个人 基本上你只要carry了几把之后 后面的局 你只要稍微不c 就是你不站出来 把对面 就是最起码杀对面三个 你都赢不了 主要是对吧 主要是给弹幕看一下 知道吗 很多人都不相信 对吧 你为什么不怪南凯 南凯这么帅 帅有个几把用 一点伤害没有 算说了 以我个人的审美 我还真是觉得纳斯 他比凯颖帅多了 凯颖一个大男人 对吧 对吧 就这么苗条 跟个戏狗一样 然后头发还这么长 你知道吗 看背影还以为是个妹子 我还是觉得这个红凯 比较有这个阳刚之气 我还很喜欢红凯的那个语音 所以说 不要说什么南凯 对吧 要什么伤害 颜值就是正立 颜值也不咋地 说实话 我觉得红凯比较帅 然后基本上就没什么希望了 对吧 南凯后期就是超级兵 你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伤害 一套技能挂了这个 这个位差不多 五分之一的血吧 说实话 同样的六神装 永恩Q一下 比这个南凯一套伤害都高 真的 我不骗你 作为一个玩永恩的 我可以实大实地告诉你 南凯后期一套伤害 真不如永恩一个Q 谢谢你